此大将共作战三次,一战险杀了曹操,二战击败孙坚,第三战最悲壮。 一,他叫徐荣自董卓提兵入京,控制了朝纲,后汉朝的江湖汴京偷骇浪迭起,比如十八路诸侯法董卓,当然这是三国演义中的夸张,真正联盟法董卓的是十三路人马,也有说十一路人马。 在这次联盟法董卓的江湖出奸,中最放光彩的根本不是三国演义中的刘、关、张,因为当时的刘备仅仅是刘备一起军从讨董卓,一个从,自便说明了他就是打了烫将游,也不是那十三路人马更不是,三姓家奴,吕布,而是一位被遗忘,在历史角落中的将军此人姓徐教徐荣, 属于董卓手下的大将徐荣出生,在何时史无记载是哪里人是有记载,但却是两个地方三国制中称,他是辽阳人资质通界,却坚信他是俯顺人,这个也就不讨论了。 是哪里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将的虚荣,在历史中共留下的三次作战记录前,两次让人目瞪口呆最后一次,却堪称悲众,而差点杀死曹操公元190年联盟法董卓的这次,江湖出奸, 中虽吼号喊得响亮初期也屡战屡胜,但很快便由于打小算盘,捞好处,而盟主袁少爷这德行至是本次,江湖出奸,行动中。 最认真的曹操深恶痛急这天曹操怒赤斗,自咱江湖出现,那大气一举江湖好汉蜂拥而来,莫不用命你们还怕个鸟, 让先前董卓在京城洛阳虽飞扬跋扈,但不管怎样手里捏着皇上攒缓,真不好办可现在不一样了, 董卓烧了洛阳强迫皇上,跟着他去长安是天,下阵动他的意义是我们应该齐心合力。 两军摆开阵势便是一场大战,号角针天狼烟毕日这一战打下来曹操, 不但败了而且还被射上了战马也倒在了地上,曹操明白用不了多久, 自己就要被追杀而来的徐龙扛死,在乱军中正这时曹洪来的让出战马给, 曹操骑并说出了一句,天下可无红不可无君的历史名言,保护着曹操终于逃脱。 这一战三国制,资质通鉴,都有记载根本就不是如三国演义, 中左写曹操中了伏兵,而是两军堂堂正正的摆开阵势一刀一枪硬碰硬的结果, 且从曹操追击来看显然曹操方还有士气方面的优势不足之处变, 是这是曹操用兵的处期,还等于士新手正处于增加实战经验交学费的阶段。 所以,应是在指挥上发生了问题结果,曹操这学费交得差点把命给丢了, 倘若说徐荣这一战有欺负曹操是新手的嫌疑, 那徐荣的第二战差点火,卓孙坚却堪称, 双雄毁,因为连董卓都叫这些联盟人马什么袁绍, 袁术的不在话下,就孙坚最讨厌三险些活捉孙坚, 孙坚当时是以长沙太守的身份,加入的这个,江湖除坚联盟, 那虽由于袁绍家底后,当了盟主但若论用兵打仗号称, 江东孟虎,那孙坚是当时最牛的虚荣, 跟孙坚这一战同样是发生在这次,江湖除坚联盟, 那战场上聚后汉书在当时董卓派大将徐荣出去, 不掳掠,急抢劫钱财, 梁仓估计以董卓的残暴事不包括人口, 所以徐荣这次完全是一次土匪抢劫。